西班牙女族首度拿下世界杯冠军后 遗憾的是这个历史时刻 却因为西班牙族协主席鲁维亚莱斯 在颁奖台嘴对嘴亲吻了女球员埃尔默索 引起广大球迷的愤怒和不满 女球员事后表示不喜欢这个行为 虽然鲁维亚莱斯道歉 并强调自己没有恶意 这只是一个友情之吻 但球迷似乎不买单 还要求她辞职下台 这些人练习了 你最终的表演是女人,一直在一起 你认为要有一个伤害? 当然当然,应该是否应该要有任何事 当然,应该要有任何事 但这种事不可不应该是 你会继续拒续拒绕的事 你会继续拒绕的事吗? 你会继续拒绕的事 我们不停止成绩的事 我们不停止成绩的事 我认为是很坏的事 我认为你会继续的事 不管是你朋友 不管是你,我认为你会继续的事 我认为你会继续的事 我认为你会继续的事 但是我似乎很糟 而我似乎是一个游戏 他为了总统的总统 我似乎很棒 我明白他的感觉 我明白这个时刻 我明白所有的 但我似乎是一个游戏 我没有说过什么 我似乎是一个游戏 我似乎是一个游戏 球迷认为 虽然女足球员 拥有宛如男子般的气概和力量 但是实际上 鲁维亚莱斯的举止 是在滥用职权糟蹋女性 是对女性的一种侮辱 批评者认为 无论当下是什么心情 他都必须要获得女方的同意 才能做出这种亲密行为 当事人埃尔默索 虽然在社媒上说出 自己不情愿的心声 但他后来又发表一份声明 为鲁维亚莱斯辩护 似乎要淡化这起事件 请他atal调查 请大家订阅